讲师黄于林毕业后,开始了自己的服装品牌,专门为女性设计衣服,分享自己如何从学生时期开始做起,到如今拥有自己两间的服装店。 还没有遇到贵人之前,我们先成为别人的贵人,那个贵人不是讲说要很有钱很有钱才能帮人,你小小的商举啊,这个贵人他就会自动的会再来找你。 本身在互联网行业已拥有16年经验的蔡一智,分享毕业后,打工累计经验,2016年创立了自己的公司,在短短的首十个月收购了23家公司。 孩子们毕业后想继续升学或是创业,都需要一步一脚印地累积自己的经验,找到自己的方向,好好的去学习和迈进。 大爱新闻成日文马来西亚冰城采访报道 多一份善恋,多一份平安,一人一善,远离灾难。